其實你全身上下都有大麻素和瘦齊在 這也可以漸漸再解釋為什麼大麻在我們身體裡面會有這麼多的作用 比如說止吐啊 止痛啊 肌肉鬆弛啊 住眠等等 一個草藥 可是它就會有這麼多的功效 所以這個部分真的也是非常非常的有有趣 我在Gap Year結束以後 所以我又開始就是目前工作就是比較就是在診所 就是看一般的大小感冒啊這樣子 那有另外一個比較特別的是 我有做一個叫醫師意見書的東西 這個東西是會去一些私人長輩的家 那可能大部分都是七八十八九十歲這個年紀 那他可能就是中風或車禍 然後或者是一些其他健康的疾病 他沒辦法出門看有什麼 那醫生就會到他的家 然後雖然沒辦法開藥 可是可以幫他引接進去一些就是有需要的服務跟醫療 而其實台灣在就是居家醫療這一關 其實真的是做得很不錯 然後他是一個很龐大的團隊在做一些就是 他們在居服務員 居家服務員 又會去這些私人長輩家幫忙洗澡啊 幫忙送餐 這些都非常需要 那其實我看到這些病毒的時候 我也都會有很大的感慨 因為老實講現在 不管在住在安養機構也要 或這些私人長輩在家裡 他們的日子是出門的唯一機會 就是去醫院去看醫生 然後看醫生 這個就算了 他拿到的藥 其實對他的症狀上也沒什麼好解決 你給他高血壓 要給他糖尿病藥 給他一些 這樣血脊藥 可是這個對他的身體來嚴重 就是已經七八歲的身體 那個病痛其實沒有辦法解決 那你用這些慢性病藥 雖然說好像 你可以再把他的 壽命再延長一點點 可是他延長最後 真的生活品質 非常不好 那其實這個 這個 我會思考非常多 就是以後如果我老了以後 我會想要 收到這樣子的醫藥發育 我會想要就是 一位管擦掉管 手被綁著 然後就在床上講 如果最後幾年以上 我覺得我不會想這樣 那 大麻他就是一個 非常好的替代血管 尤其對於長輩而言 因為第一他安全 第二他的 講的剛剛療效是非常全面的 止痛安眠 然後讓你的心情變得好 等等 第三點 他是 你自己在家就可以中的 我現在 當然不是鼓勵大家 現在中 這個非常違法 這個非常 現在還不行 可是 其實我們想像一個未來的場景 就是 大麻有機會是有一天 是病人可以在家 自己中大麻 自己採收 自己使用 其實那位置有很好的狀態 看一下幾天 有給我的時間 五點零食喔 還早還早 沒關係 我們再繼續講一下 那 阿 謝謝 好 謝謝 好 ariat 人越來越多 我想再講幾次 我想再講幾次 我講一下 就是國小時候一個經驗 我想大家應該 過多少少人經驗 我小時候是打女群隊 然後是那種 不是那種打健康 是教練會操 我把你操到住那裡 然後有一次就是 在做腳步就跳 就心話跳 跳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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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天就差 沒吃什麼東西 所以就身體 一血糖 就是有點虛這樣 然後就越跳 你不太會近 就是眼睛就是 越眼貌金星 然後那個銀色是從外面 這樣子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你看到範圍就 越來越小 就變成像針孔那種感覺 耳朵也像是戴一個耳杖的 那這其實就是 就是低血壓的其中一個症狀 那我那時候第一次發生 我小小三年級 我也不知道 我就繼續跳 就硬打硬沉 跳跳 就斷片就斷倒 然後我下一秒醒來的時候 就是躺在旁邊 然後全身冒裡 然後人家說我的 臉跟就是排齒 整個是白 那其實這個 這個經驗 也讓我就是 呃 體驗到說 其實身體的那個 也自主性是很重的 那 有一個很有趣的研究 他發現說 你過去在年輕的時候 或小時候 曾經有過暈倒經驗的人 他會 未來比較會 對精神弘性物質 比較有興趣 其實我覺得它是合理的 因為 你過去有這個經驗的時候 你發現 其實我們的意識狀態 不是一直都是在 sober 清醒的那個情形 我們不要說 喝酒會醉 抽菸會 茫茫的 嗯 抽大麻會嗨 所以你不同的物質作用在 你的頭腦裡面的時候 其實會有不同的這個 這個不同的作用 不同的情境 那所以 如果過去有暈倒過的民眾 就是 這一塊就是 也可以就是思考一下 然後 我們想一想 欸醫生 我有問題 請說 就說像 CPD的處方簽啊 你是可以開的嗎 對 CPD的處方簽 我是可以開的問題 診斷證明是可以開的 那像一般民眾如果說 通常是要有什麼樣的 這個症狀 那才可以去找你 那這個程序會是怎麼樣 其實CPD現在在台灣 衛福公告 它是非獵場 是一般藥的 那這個我跟肉依爾 討論過 就是 我覺得它用一般藥品 這個名詞 其實有點在我們地帶 因為台灣的藥 有分別三種 處方藥 指示用藥 和陳藥 處方藥就是一般講 高血壓 頭到病藥 就是你一定要一聲 處方簽才可以開的 指示用藥就像頭暈藥 止痛藥 症狀上 你進藥局 跟藥是說 我有症狀 藥是其實也可以 指示你用藥 那不是 社肥宣傳到什麼藥 那陳藥就更一般 就是便宿利達米 這種大部分是苦無用 那我覺得是 如果 講說CPD 它是 一般用藥 我覺得它應該是 把它講成類似 指示用藥這個 這個 的類別啦 因為CPD 最主要它的 簡化的症狀 目前症狀上 看起來最明顯是 抗焦慮 那可是抗焦慮 其實它 也會延伸出其他更好的好處 比如說 焦慮的時候 有時候 痘啊 整個都是緊繃嘛 那所以其實 不管CPD 不用緊繃感 也是可能會輸 而如果是 比如說睡前 次序轉太快 有一些比較固執的念 都轉不出來 那CPD 在抗焦慮的部分 也會讓你 所以說如果程序 我急迫 想要拿到CPD 除方箭的話 就是 先去掛號 對 可是現在問題是 就是 像我工作的診所 藥局也沒有辦法 被CPD的藥 因為你這個過程中 就是要 有一些有藥證的藥商 他們去國外 健康所提進來 然後在台灣 把它上死成藥 因為這個過程 其實非常耗資源 就一般的醫生或診所 其實很難受到這一塊 理光是 那個藥證要跑的過程 就是一千萬塊的跑 那台灣的CPD市場 一定說國外的成長 越來越快 可是現在有沒有 廠商願意 就是跑藥證 把它變成是一個 藥局上可以合法 或擺到的 的藥品 這又是另外一個問題 那至於 CPD現在的流程 其實有很多 非常多代購的狀況 那 這個也都可以用 那可是其實 在食藥署那個 申請的部分 就要比較小心一點 食藥署目前 我們過去交涉的經驗 他都會要求我們 要 廚房間跟診斷證 所以剛剛跟 就是講到我們認為 CPD應該是 只是用到這一塊 是相衝突 那那邊是 我覺得是蠻吊膽的 所以要通過人 基本上 我就是需要 廚房間跟診斷證 那台北的話 就找董醫師 那 在高雄的話 可以找我 北控 南鏡 那診所在 我診所有兩個 一個在 草芽 一個在 有需要 他都可以 視訊 就是 臉書粉 好 那 其實CPD這塊 我是覺得 值得發展 那其實 一屆有秀出 他說 這個東西很好 然後他的鳥匠也不錯 其實 願意投入 我一直都不錯 所以這個 真的是 我覺得是整個蛋白頭髮話 會整體 會最先 那 那 現在時間來到 五點 快十分了 然後 我們就準備來 今天的表演 那個 太陽準備要下山 這個 等一下很辣 很辣喔 今天太陽辣 現場的這個 環境也很辣 稍微介紹一下我們今天 DANCER 一片給我一片說 我們 DANCER 呢 有兩位 他們是 就是 Trophy Dance Group